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4月2日星期天 欢迎来到我猜金内眼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和大家聊一下非常有趣的一个笑话 也是习近平造成的 那么昨天是愚人节刚刚过去啊 但是昨天爆发出的这个事情呢 可以说成为全中国来自海内外华人 来自全世界的一个笑话 是个什么笑话呢 就是香港的一个艳性啊 就是以前就是拍那种那种电影的啊 大家可能有的看过叫彭丹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 拍了好多年的这种色情电影 可以说是非常出名的 在业界啊很出名的 但是他呢昨天呢摇身一变 在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啊 他以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的身份 闪亮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登场了啊 吹捧李强的讲话怎么样高明 怎么样为世界做出贡献 然后说中国是非常稳定的 世界是不确定的 中国的确定的中国对待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也这样作为一个话题啊 接受了一个采访 可以说显得还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啊 确实啊 但是别人知道他底细的 他之前呢就是一个艳心 当然也不是说艳心呢 就不能当这种政协委员啊 当这种研究院的院长 但是好像这个转型呢 在中国显得是太夸张了 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啊 你在别的国家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呢 好像真的是没可能啊 除非你后面有很多背景 很多类目挖出来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啊 那么彭丹呢 它是三级片的一个过气的隐形 是怎么当上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的院长呢 很多网友啊 表示高度的怀疑啊 很多人都在发这一块的视频啊 图片 可以说确实非常搞笑啊 这就是习近平这种小学生治国的 又一大笑话 之前呢是有周小平 几乎上就是个半稳望的状态啊 这种半调子啊 当上了政协委员 还当上了网络什么文学会 什么主席啊之类的啊 基本上都是在习近平这个时代 闹出着笑话 那么现在呢 一个艳星呢 当上了中国经济战略研究院的院长 我不知道他这有没有级别 到底是什么级别 但是他的头衔呢 还是非常之多啊 喷单 他是没有经济的从业背景的 那么也没有经济学博士的学位 更没有一篇经济学的论文 怎么能当上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的院长呢 如果说他没有关系啊 没有后台 打死我们呢 都不相信 那么这次博奥亚洲论坛呢 彭丹是以院长的身份发言 那么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不仅是中国笑话 更是一个宇宙的笑话 可以说 新岛日报说呀 中国与洪都拉斯建交 香港的前艳星彭丹 担任民间外交家发挥了作用 那么我就不知道 他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了 那么有网友申拔了 这个彭丹呢 他的头衔还不少 他不仅是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的院长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呀 政协委员 就是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全国青年常位呀 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华天下之大吉 彭丹他有一句名言说 因为是国家培养的我 给了我出去留学的机会 所以我骨子里面就是爱党爱国 这是他说的啊 这是由网友拔出来的 因为他之前呢 确实是到欧美 因为他之前呢 确实是到美国去留学 后来呢 只是在香港发展 那么现在呢 开始在中国发展了啊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网友叫康康的 他身拔了这个彭丹的背景啊 点出了他背后有干爹的称腰 而且这个干爹的来头啊 非常不小 基本上是在中共里面 是排得上前几位的啊 他是这样说的 他的帖子说 大概十几年前 一个晚上 一位上海的女明星 邀请我去新天地喝酒 他说给我介绍一个艳心 见到了我在小电影中 认识的彭丹 酒汗而热啊 彭丹一直在问我 上海滩是周振毅有钱 还是叶丽培 也就是重视那老板有钱 因为这两个人呢 说都对彭丹很好啊 那么这个康康说呀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们俩都很有钱 这时候呢 电话就响了啊 那么彭丹看了看手机说 北京的干爹来了电话 电话中呢 干爹很关心他 问了几个问题 他关了电话说 干爹让他早点回酒店 我临走的时候啊 告诉彭丹 我说这两个上海所谓的首富 加起来也没有你的干爹有钱 你干爹一声令下 他们两个都会坐牢 这两人后来啊 都进去坐牢了 离开新天地之后啊 我一步伤回头 腿也有点浪腔 我怕后面突然有人拍我一下 然后我就失踪了 现在彭小姐吸引成为了一个国际问题的专家了 确实让人高兴 中国又多了一个专家 那么从他后面的发言 可以说基本上有这种嘲讽的意思啊 但是也不是非常明确 他可能也知道彭丹背后的这个背景啊 确实来头是不小 那么这个康康呢 看得出来是认识彭丹的啊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从他发的消息来看呢 也不像是编的撒谎 也没有必要 对不对 那么按照他的描述彭丹的干爹到底是什么人 现在有网友拔出来啊 彭丹的干爹啊 现在在中共体系里面是排名第三啊 而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大家想想他的权力有多大 所以这个康康呢 不干明说啊 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有这样一个干爹在 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什么彭丹摇身一变呢 能从前艳新一下子变成什么 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的院长 这么一个头衔 可以说这种头衔 就算是你在国内读了这种经济学的博士 都不一定有资格能当得上的 但是一个艳新呢 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这个头衔 当然呢 也有种说法呀 说这个赵乐际 他的发达呀 和这个彭丹有很多的关系 为什么呢 那么有小道消息说了 赵乐际和彭丹的关系啊 是很好 第一次去习近平家里啊 是这位彭丹呢 带赵乐际去的 那么为什么彭丹和习近平家 走得这么近呢 那么这就要和他的夫人彭丽媛说起啊 彭丽媛了 曾经在香港有过停留 那么香港明星呢 基本上都看不上彭丽媛 这样出生一个山东的大大年龄的大姐啊 但是在香港 只有一位同性的彭 叫彭丹 也就是大陆出生的影员呢 和彭丽媛很投缘 所以彭丹在香港的时候 很照顾彭丽媛 然后呢 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 后来呢 赵乐际啊 他因为和彭丹关系好 他就通过彭丹的关系啊 巩固了和习近平家族的关系 那么最后顺利的飞黄腾达 就有这样一个关系在里面 所以赵乐际可以说 是利用他的甘女儿 这样一层关系啊 来发迹的 那么这个说法呢 其实也有很多佐证啊 大家感兴趣的 自己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啊 发言呢 还煞有介事 称赞李强总理 什么为世界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然后来说 稳定的中国 不稳定的世界 基本上像这样的言辞啊 也不是他能讲得出来的 以前我们总说 晚清怎么腐败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那么现在把中国的 这些滑稽的事情 和类个异相比 那些都不算什么事了 现在的事情呢 更加像怪现状一样 比如说像周小平这种人 可以当政协委员 然后在全国走红 然后像彭丹这种艳心 一下子摇身一变 代表中国在国际上发言 是不是华天下之大级 非常可笑啊 所以有小学生治国在 可以说各种奇葩的事情呢 都可能发生 只有你想不到 就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所以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 有这样的人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和国际战略 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和国际战略 国际关系会差到一个什么地步啊 就可想而知了 对不对 那么说完这个事情呢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情啊 就是这几天了 国际媒体包括海内外的媒体都在猜测 全球有一家央行啊 从美联储以国债抵押的形式借了600亿美元的钱啊 那么这个央行到底是谁 现在目前的猜测 现在目前的猜测最多的就是一个是瑞士 一个是中国或者是香港 如果真的是中国或者是香港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非常麻烦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啊 因为美联储呢 刚刚公布了 就是说有一家央行呢 用手中大量的美债做抵押 然后从美联储来借了600亿美元 这个事情呢 在国际上吵得沸沸扬扬 到目前为止呢 这笔钱呢 还仍然是没有还上 还差550亿美元 那么借钱的这家到底是谁了 其实啊 从这个600亿的规模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排查 我们知道全球央行啊 持有美债的国家 包括持有美债高达6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 其实总共就没有多少个啊 基本上就是23个 但是你想想啊 你不可能说你手上刚好有600亿美元的美债 然后你就可能向美联储借到600亿美元的钱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你至少要有达到个800亿以上 1000亿以上的规模 有这样多的美债 你可能才借到600亿 它要打一个折扣嘛 对不对 所以按照这样来筛选的话 其实啊 选项就不多了 全球持有1000亿美元国债以上的 就是持有美国国债以上的国家 其实就是没有几个 但是我们再来进一步排查啊 你像在欧洲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日本新加坡 瑞士等国家 一些发达国家 可以说和美元和美联储进行流动性互换达成协议的 基本上就是一种常态了 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都是国际货币 他们和美联储可以进行货币互换 所以借到美元 这个就不用猜 对不对 这个600亿美元很可能就不是这些发达国家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你像巴西 印度 这样一些国家 虽然有一定的外汇储备 但他们目前呢 国内没有出现金融性的问题 没有紧急到 要向美联储借这么多钱的地步 所以这些国家呢 也排除了 那么剩下的其实不用猜 剩下的基本上就是香港或者是中国啊 那么这两家不管是谁借 都可以说明呢 人民币或者是港币啊 已经是要出问题了 所以急着向美联储借这种流动性 香港和中国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实力啊 他们的外汇储备都比较高 而且呢 持有美债的规模也比较大 所以都有这种资格向美联储 来借这么多钱 特别是我们看到啊 最近这个港币啊 可以说这个走势是非常之弱啊 前几天呢 还是一度跌破了这种弱保证方 这是几十年都没出现的情况啊 但是就被跌破了 后来当然也会被拉回去了 拉回去了 但是时间呢 非常之短 所以就算是非常之短 其实也示范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就是啊 全球都在攻击港币 特别是做空的啊 就是在赌啊 港币将和美元脱钩 为什么这么猜了 因为港币 特别是香港持有的这些外汇储备啊 很多其实都借给中国在用了 香港的外汇储备啊 是不足以应付港币的这种波动的 很多人呢 其实就是在利用美元和港币的西差 来借港币换成美元 一方面呢 美元对港币是升值的 另一方面呢 美元的利率又比港币高 所以吃双份啊 赚两份钱 所以这样的港币可以说 一直在被国际资本呢 在做空 所以现在是扛不住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说香港借这个600亿美元的可能性呢 还是非常之高 因为港币如果和美元脱钩的话 香港的信心呢 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全球的资本可能会更加离开香港 蜂拥离开香港 那么香港的股市 那么香港的股市 债市 楼市等等金融系统可能就会坍塌 而香港的金融系统坍塌了 这种危机啊 就会传导到中国的银行系统 和中国的金融系统去 所以目前呢 中共政府啊 还是在帮香港维稳的 那有朋友可能会说 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有三万多亿吗 几百亿美元都套不出来吗 还至于向美联储去借吗 大家注意啊 中国政府确实号称 有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 但是我们知道 你这个储备啊 是在没有扣除你对外负债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外债啊 就高达2.6万亿 所以这样扣下来 基本上还剩下4000多亿美元 对不对 4000多亿美元 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资产呢 你是不能动的呀 比如说你的美债还有那么多 对不对 当然美债还是流动性比较好的 但是你不可能全抛了 因为那是最后的一点家底嘛 还有你其他的形式 存的这种外汇储备 有的也是不容易变现的 所以这样算下来之后啊 其实中国手上能动用的美元 可能就不超过1000亿 而且中国还要进口很多外面的东西 对不对 他不可能把这些钱全部掏到香港去用啊 所以这样算下来啊 就是说不管是中国还是香港政府 向美联储借这个600亿美元呢 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如果后面美联储啊 真的是公布了 是中国的央行 或者是香港的政府借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可能就释放出一个非常悲观的信号 未来不管是香港的资产 还是中国的资产了 被大规模做空的可能性就非常之高 但是美联储是否会公布这样一个借钱的人呢 目前来看呢 可能不好说 在这个视频呢 本来要做完的 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突发的消息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闹得还是比较大啊 程度啊 可以说四川程度啊 他们这里的人呢 反抗精神还是非常之强的 那么最开始了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一个小区里面 一个大小区里面啊 业主之间的冲突 但是最后啊 演变成了这种民众和警察的对抗 这个事情呢 现在还没有收场 就是在今天晚上发生的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月1日 成都的成华区的华侨城1号 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冲突 最开始是民众和民众之间发生冲突 那么为什么冲突呢 起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大小区里面 有楼盘1和楼盘2 基本上就是1期和2期啊 都是有绿化的啊 里面小区搞得很好 有绿化 然后是封闭式的小区 但是啊 3期是没有绿化的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小区 那么为了将3期小区啊 与自己家的小区隔离开来 那么1、2期的业主就联合 把中间建了一个围栏 把3期小区隔离在外了 这个事情呢 就遭到了3期小区的强烈反对 然后当天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 两边小区的人呢 就打在了一起 一边呢 拆围墙 所以这个事情闹得非常的大 我们从视频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来 这个冲突啊 还是非常激烈的 爆发出了很多打人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呢 原本说应该是很简单 然后政府出来维持一下秩序 把双方拉到一起来协调就完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啊 基本上没有协调 警察啊 就派了大量的警力下来 开始来抓人 抓这些打人的人 那么双方都有人动手打人 所以双方的人都抓 这样一来呢 就引发了民愤 很多警察呀 就对双方的业主进行了围攻 然后呢 组成人墙 把他们隔离开来 然后把打人的一些人呢 就大量的抓走 这个事情引发了两边民众的愤怒 然后开始阻止警察抓人 然后呢 高喊口号 那么从视频里面 其实还可以看到警察有殴打人的行为 所以这个事情呢 引发了民愤啊 那么追究这个冲突的原因呢 我觉得还是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承担主要的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二期别人买房的时候 你承诺是有绿化 是封闭式的小区 对不对 你现在在旁边建了个三期 把三期和一二期联合起来打通了 然后三期的又没有绿化 所以肯定呢 三期的很多人会经常到一二期来 那么导致一二期的业主就不满 但是三期的业主觉得他们也很委屈啊 因为他们买房的时候 开发商就承诺过 他们是中间不会建这种围墙的 就是他们和一二期啊 是打通的 所以这样说来了 这个三期的业主啊 其实他们也有道理 他们也觉得委屈 对不对 那么根源的问题还是在开发商的责任 你对一二期承诺 别人是独立的 你现在又对三期承诺 两边是串通开放的 所以所有的业主啊 都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 就是开发商啊 相当于一个东西卖两家 相当于这种性质才引发的冲突 那么应该是开发商负责赔偿的 政府其实在中间可以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但是现在呢 业主啊 但现在中共政府可以说 管理就是非常的粗暴啊 没有这种协调管理的能力 然后直接派警察下来抓人 把一起很简单的民事纠纷 变成了一个政府和民众的对抗 这就是习近平官僚体系之下 治理社会的能力 可以说是非常之差啊 这个事情呢 现在还没有解决 后面可能还有更大规模的冲突啊 我们后续再来继续的关注 所以从这个事情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不管是这个业主的之间的冲突 也变成这种暴力的对抗 还是说艳心登堂入室变成政协委员 当这种什么院长啊 还有周小平这样的人成为政协委员 都可以看出习近平这个政府 现在的治理能力啊 已经是越来越差 把这些三教九流不入流的人 或者是文盲 一些乱七八糟的人 都搞得来治理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能治理的好吗 他不乱才怪了 就像习近平 他本身就是小学文凭 然后他几个常位 基本上都没有正规的本科 硕士研究生 对不对 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中专 大专 然后是初中啊 小学的 这样的国家 他们怎么能管你的好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来随手关注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 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 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 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我但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嘉勤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 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 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 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 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女士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 广撒网 各国移民 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 客户办理经验 已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2000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 有30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 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50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 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 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一名 80到120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逢月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一名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 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封月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 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 等等 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利 萨茨卡东等地 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 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 财富